來到農曆九月,伴隨著初一在天平座二十四度發生的新月 不知道對各位運勢上會有什麼整體的影響呢? 不過先在這裡做一個general的提示 10月底Halloween那一天的氣場 宇宙的池場的升級非常差 很危險和容易出意外 希望大家乖乖留在家裡,不要外出玩 尤其是巨蟹座的朋友 同時在這裡做個宣布 如果有追開我升運的朋友 追了很久的朋友都會知道 其實很久以前曾經有一些計分制 是為了鼓勵大家給多一點熱烈的反應 現在開始會重新用回這套系統 就是看每一期升運大家給的留言、讚、分享 哪個反應是最熱烈的呢? 下期就會先出發 詳情麻煩看每一個升運的文字 下期就會教訓大家如何去計分 這個計分看反應 在今期就是尤其重要的 為什麼呢? 因為有機會在農曆十月那一期升運 我就會暫停一下 但是今期最高分 即是有些反應最高分的三個星座 那我在農曆十月都是會破一破例 是出頭三個最高分的星座運勢的 而我自己都有些私心 我是非常之希望巨蟹座和摩蝦座 香港人也叫山羊座 起碼這兩個星座會勝出 因為這兩個星座去到農曆十月的運勢 簡直是板板聲 所以我很希望跟大家去報家音 去分享一些喜訊 究竟這兩個星座是怎麼那麼厲害呢? 這個時候就肯請大家不要在這裡怨我 為何要取消農曆十月的星運 因為有一些更大的甜頭在等著大家 就是塔尖暖南 繼上一輪的免費二占之後 現在就是再預歸來強勢回歸 在這個動盪的時勢 再為大家做一些免費的占卜算命去看前程 所以為了減散的工作量 就不得不取消一期的星運 有關這個免費二占的詳情會陸續有來 就肯請大家密切留意了 到雙子座 無論是上星還是太陽 龍狗的置身政態運勢會怎樣呢? 首先我不是教你們做壞人 我是教你們趨急避兇 那就怎樣呢? 不要那麼大方 免得別人打蛇除棍 尤其是一些新拖友 知道什麼叫拖友嗎? 拖友這個字是否比較90年代的朋友 總之是新的戀愛對象 不要那麼大方 而且你要小心他其實認識你 是為了貪貪你的錢 或者貪你其他東西 可能是喜歡你的這些資源 你擁有的資源 而不是愛你本人 OK? 還有要小心 我不可以說小心 但要注意 至少你要知道 要知道什麼呢? 還有要知道可能你那個對方 可能他已經有小朋友 可能那些離過婚 然後有小朋友 或者他是有一些暗病 或者有一些很秘密的背景 OK? 所以為什麼 我不是說一定要小心 每個人都有秘密 還有就算他有小朋友 也不是說一些什麼不光彩的事 但是起碼你要知道這些事情 OK? 所以 所以 新式的這些戀愛對象 你要保護一下自己 不要那麼快把你的牌拿開心口 讓人看你的底牌 OK? 另外還有 一開始叫你不要對這些人太大方 同時 也不要對你們自己的小朋友太大方 是啦 其實可能是一個正常的父母教育 不要開大左頭 那麼容易寵壞他們 讓他們經常都覺得 以後有什麼需要 就攤戴手帆就拿到 是不是? OK? 咦? 但是相反 原來雙子座 你們也不要太多依靠別人的 一些愧慎 一些富裕 太過依賴別人的大方 還有 枝足上落 當別人答應了你會幫你做一些事情的時候 你們也不要打蛇除棍相 如果不是就好像以前有一個兒童故事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聽過 說有個漁民釣了一隻魚 然後放了一隻魚 魚就給他一個願望 他就說想變有錢 是啦 然後他老婆就不滿足 就說要做一個大地主 然後呢 跟著就做一個大地主 但是之後又說想做皇帝 然後又說想做神 他就最後又打回圓形了 OK? 希望這個故事不會發生在你們身上 OK? 還有 如果有一些你們想去做去玩去嘗試一些興趣的東西 如果這些這樣的興趣 你們是想得到一些人的資金 想得到一些贊助 那就忘了 那些人是不會幫你的 OK? 即是我當 原來你想學一個新的世藝 可能要學滑水 OK? 又要買一些器材 然後不夠錢 那你打算找父母去贊助一下你 OK? 那這個龍狗呢 你們就注定是以失敗告終的 這回事 是啦 是啦 還有講來講去都是講錢 其實錢都是一個非常大的議題 你們真的要很精明 要做一個精明的消費者 就記住千萬不要先花未來錢 OK? 還有如果你們現在有一些多餘了 凸了的錢 不要那麼快去洗掉它 也都不要打算做定期 OK? 為什麼呢? 因為 接下來的將來 OK? 真的有需要 你們是會動用到這個應急 應急的 OK? 希望不是說一些不好的意外 或者是可能 你發現你們身體有一些 嚴重危疾 OK? 例如癌症 所以那時候是忽然之間需要一塊錢 所以那個貨幣是非常之重要 一定要務實一點 OK? 如果又是想有一些 興趣的東西 想學 想去玩 如果又是要花錢的話 勸你們不要 OK? 因為其實 這個學習的過程 你們去嘗試玩這個新興趣的過程 其實它都會有很多的延避 很多的阻滯 那 就不要趁現在龍狗去開始這個新的習慣 OK? 那最後 如果你們是已婚的人士 或者已經有一些很根深蒂固的關係 即可能拍拖已經發了五六年 雖然未結婚的話 那你要小心 原來這些親密關係 接下來會容易發現一些第三者 或者一些其他 比較負面的一些秘密 報了關 而影響到你們 嚴重的話 是會分手 甚至是離婚的 那要沒有 那些改革 也沒有